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很高兴在台北又跟各位来见面了 我今天还是借用主持人的台子来跟各位分享 然后呢 今天我们没有PPT 今天呢 我希望大家专心地听我想要分享的内容 好不好 因为呢 知道今天要做成功之路的分享 我就跟很多的伙伴先做事前的调查 我说你们希望呢 我在这成功之路上面 可以给予你们什么样的内容 结果很多人给我的答案 刚好都是我最不想讲的 因为大家最想知道的是我的收入 你们想不想知道 对吧 我本来已经想说不要再讲收入了 可是我觉得既然都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 那我就说吧 我去年的收入 一千两百多万 对吗 我今年 已经超过去年的收入了 这样蛮不满意 对 其实 讲收入最主要是要告诉各位 我们爱多美的产品便宜又好用 我们没有那种好几万块的产品 我们都是几十块几百块的产品 可是竟然可以创造这么样的永续收入 我也常常讲很多传职销公司的所谓的高品 当你问他收入的时候 他肯定跟你讲的是他最高收入的那一次 可是爱多美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高 一年比一年高 所以我相信目前在座的 如果你现在的收入是几千块 我相信你明年的收入可能是几万块 如果你现在的收入是一两万 我相信你明年的收入肯定是五六万 你的收入如果是七八万的 我相信你明年的收入一定破十万 因为李胜渊博士说 水涨船服 爱多美只要您加入了 坚持了努力的使用产品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边获得成功 我是海外第一位皇家俱乐部成员 什么叫皇家俱乐部呢 就是一年的收入超过六百万台币 我们现在台湾呢 已经有三位皇家俱乐部成员 有七位的领袖俱乐部成员 我相信在明年呢 所有的领袖俱乐部成员 都会成为皇家俱乐部成员 我也是海外皇家俱乐部成员里头 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 接受韩国杂志专访的皇家俱乐部成员 我为什么要谈这一些 其实我从来不认为那是我 我一直认为那是台湾 我在成功学院 曾经碰到很多的会员 然后曾经有一位会员 他跑过来跟我说 董姐 你很爱国 我说怎么说啊 他说他看过我在韩国 就是几千人的会场里头 我做的志的欢迎词 我特别一直推崇我们台湾 我说没错 如果你有机会代表台湾 你要不要想尽办法 去推举你的祖国呢 要 对 所以我们做爱多美 也可以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 也有伙伴在成功学院里头 跑来告诉我说 董姐 我想认识你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认为我的故事可以感动他 可是他想跟我合照 原因是他的朋友跟他说 这好像是假的 我不知道我还是假的 我跟他说 没关系我给你拍照 然后你跟你的朋友讲 一切都是假的没关系 可是爱多美是真的 请他一定要加入 我之所以踏入爱多美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实我个人有大概20年的 传直销的历史 但是我为什么要做直销 我从头到尾想的只是一个被动式收入的来源 因为呢 我一直在想着 如果有一天 我老了 我做不动了 我没有收入 没有钱 那怎么办 好像所有的行业 只有传销 才能够永续的经营 才能够有一个所谓的被动式的收入 所以我从大概76年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还没出生 那个时候呢 我就开始接触传销 经营了大概一二十年的时间 也碰触了不少类型的制度 最后呢 坦白讲因为各种的人事物 心真是累了 真是累了 所以呢 就不想再做任何的直销了 然后呢 我就开始 准备好好的做贸易 但是呢 我在做贸易的过程里头 刚好碰到了网路正在盛行中 正在开始流行 什么叫贸易 这个地方没有的 我们从别个地方把它找进来 然后赚取中间的差价 但是网路时代来临了 所有的讯息 所有的价格 几乎都是透明化了 国际物流又那么的方便 所以慢慢的 觉得这好像 已经不是一条能走的路了 接着呢 我就想好吧 那么是不是自己来建立一个网站 开始来做一个网路的生意 结果呢 我去听了资测会的课啦 PC Home的这个 网店的招商啦 雅虎的招商啦 等等的 真的越听头越大了 本来一直以为 你设了一个网站之后 可能钱就会自动来了 可是结果是 不管是哪一家的 你只要是他的网店 所有的产品你要自己找 所有的金流你要自己来 所有的物流也是要自己想办法 然后呢 你还要负责很多的网管 然后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还是要有一个公司行号 网海 茫茫 谁怎么找到你的网站呢 所以在很多的 种种的困难之下 我觉得这好像也已经不是一条可行之路了 然后还是 一直不断的在找商品中 那刚好 有一位香港的朋友 就遇见了 他就告诉我说 诶 你在找产品啊 我告诉你 有个韩国的百货公司 产品之多而且之便宜啊 我听了当然也很兴奋啊 如果能省掉找产品 找商品的机会 那真是何乐而不为了 我信 还好 我是有传销经验的人 所以当我一看到 他跟我介绍的 这韩国百货公司 一看之下 什么百货公司啊 他简直就是一个 即将引领未来的一个流通公司 他只是配合了我们传销的制度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借由这个平台来赚钱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没有 当很多人看到机会的时候 也许开始想说 一个没有的东西 要从头去架构 可能会很困难 但是我看到的是机会 我看到的是一个 也许是空前绝后的一个机会 当时我开始 台湾爱多美还没进来之前 大概前面一年的时间 坦白讲我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每一天呢 白天的时间呢 帮伙伴们做说明 然后晚上的时间呢 因为那时候要进入韩国的官网 去输入 那因为都要用英文输入 很多伙伴当时还不会 然后我就全部都自己来 啊 我前前后后 到目前为止 我相信很少人跟我一样 有输入过那么多的笔数 我总共大约帮四千人左右 注册成为会员 所以刚开始虽然很辛苦 然后呢 辛苦的还有 我本来是大小姐型的 根本就是不肯用力的 也没什么力气的人 但是呢 当时呢 所有的产品 从韩国空运到台湾来 我们是用 EMS就是 韩国邮政寄过来 然后一箱一箱的产品 我怕打到税会影响到价格 所以呢 我分送了大概七八个地方 我自己的公司 我妹妹家 我妹妹公司 我弟弟家 我弟弟公司 然后当货来的时候 我自己要开着车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把产品收回来 那个产品一箱都二十公斤耶 对 所以 我现在一个月的收入 一百多万 我觉得 我是值得得到的 当我开始做爱多美的时候呢 我第一位分享的朋友 他是跟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 当时所有的产品 全部都使用过了 当我用完了牙刷之后 我就跟他说 哎 牙刷真的超好用的 你一定要回去试试看 他说 龙姐 我家牙刷好多耶 好吧 我就放过他了 但是我第二天 真的太不甘心了 我就跟他说 我不管你家牙刷有多少 你今天晚上回去 就用这一把吧 因为我对公司的产品 太有信心了 所以我在分享的过程里头 坦白讲我都还算蛮强势的 因为太好用了 你不用的话太可惜了 结果呢 那个朋友 他就带回去用了 第二天我还没问他 他就告诉我说 哎 那个牙刷真的很好用耶 好吧 我知道爱多美的产品就有这个魔力 不用则已 一用绝对屌 对不对 对 结果我就跟他讲说 你开始分享吧 这产品这么好 我们要说好话也要做好事 所以我们要去分享好的产品 给我们的朋友 虽然他那么的便宜 结果呢他怎么分享 他不是给我一个一个去讲 当时还没有像Line啦 什么Kakao啦 什么WeChat这些 这么的流行的时候 他就发了Email 他那一封Email 一指神功下去 发了140几位 把这个爱多美的讯息 包含公司介绍啦产品啊 然后告诉他的朋友 结果这140几封的Email呢 只有一封有回复 但是各位 那一封Email 造就了现在 大概有几十万的会员了吧 延伸到了马来西亚 到新加坡到柬埔寨 甚至到中国 那一位收到Email的 现在是钻石大师 这是我们的杨真真 钻石大师 他目前的收入 一个月也是二十几万 真的是改变了他的人生 就是因为那一把 三十二块半的牙刷 所以不要小看那一把牙刷 我说我们爱多美呢 每一位成员 最难的是每一次都要去跟人家解释 为什么产品那么便宜 对不对 对 包括那个什么六件组 一瓶五百块钱的眼霜 差的多好多有效 才五百块 大家去跟人家解释 什么叫原子力研究院 什么叫韩国科嘛 什么叫线干 真的是很伤脑筋 但是就是用用看就对了 好 那么就是因为 为什么说 杨真真因为那个Email开始 分享了很多很多的伙伴 就是因为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就是绝对的品质 绝对的价格 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的结果 它的回购率就是那么的高 选择一个公司之前 当然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评估的 我现在要谈的是 爱多美的领导人 就是我们的普汉级董事长 如果各位有去看公司的后台 董事长的故事 我特别深深地喜欢其中的一句话 董事长呢 他是依照所谓的原理原则在做事 他希望拥有多数者 能够分享给少数者 所以他是一个爱的 分享的一个文化 我个人曾经很近距离地 接触董事长 董事长所有的出发点 都是以爱为出发点 就像刚刚灌摇他讲到的 董事长不希望说 我们的会员刚加入的时候 就花了很多的钱 买很多的光碟啦 资料啦 所以他建立了公司后台的VOD 他不希望我们在还没有赚钱之前呢 就花很多的钱 去买这些东西来成就自己 董事长呢 他希望我们借由公司的平台 他希望我们借由公司的一日研讨会 成功学院 还有各个教育中心的课程 来学习 这样就好了 董事长的影片里头常常说 不要学太多 其实要不要学还是要 我们常常简单的讲就是说 你呢如果今天你只要在Seven 当个消费者 你要不要学产品知识啊 不要 但是你如果要当Seven的店长 你要不要学习怎么经营啊 要对 如果你今天想赚2000多块 一个月的话 那么可能教育中心的课 偶尔去上上就好了 可是你如果要上 要两三万块一个月的话 那请你一定要上一日研讨会 你如果想要二三十万的话 那么请你一定要上成功学院的课程 因为呢成功学院呢是 孕育所有成功者的摇篮 在里头呢有很多董事长的精神 然后李博士的尊尊教诲 他要我们成为一个有道德心 有良心的有钱人 针对这点我要特别提一下 我这一次呢八月底的时候 到韩国去参加他们的 就是皇家俱乐部跟领袖俱乐部的 那个会议 我们在一个礼拜四的上午 我们去参加了皇家俱乐部的会议 结果看了真是惊艳 因为呢李博士 拿着这么厚厚的一本论语 在教导所有的皇家大师 教他们什么叫正心正念 怎么样又要诚信 怎么样的来带领所有的会员 我觉得这真是一家有文化的公司各位 不要小看那三十二怪半的牙刷 他真的是可以做非常非常久远的 我们中国人一向都比较含蓄 我们害怕谈钱 我们觉得钱好像是罪恶的深渊 但是董事长叫我们要有钱 为什么要有钱呢 因为有钱你才可以让爱你的人对你感到放心 有钱你才可以让你爱的人得到他们所想得到的 有钱当你在捐献的时候 平常你的功德款可能三五百 但是你有钱你可以三五千三五万 你有钱你捐给流浪动物协会的时候 你也可以从五百一千到一万两万 你有钱可以让孩子做更好的学习 所以大家要有钱 那么到底要怎么有钱呢 刚刚冠窑讲了很多很精辟的制度 我们的制度上 销售大师呢 一个月至少大概就是五六万块钱起跳了 五六万 就相当于等于你有五千万台币放在银行当定存一样 如果你是钻石大师的话 你的收入大概差不多十万块左右 就等于你已经有了一亿放在银行当定存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的目标就是销售大师 我常常在想 虽然我刚刚告诉各位 我今年的收入已经破一千两百万了 可是重点不在我的收入 我们目前台湾已经有四十几万名的会员 我常常在想四十几万名的会员 其中如果有一万名 他的收入超过五万块 是不是就可以改善一万个家庭的生活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帮社会帮国家 解决了一万个家庭的问题 那如果是两万呢 如果是三万个家庭呢 如果是十万个家庭呢 各位 要不要有钱 要有钱 四十几万的会员 都在爱多美 我相信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会员 收入不止会五万 会十万会八万的 今年一月二十三号 柬埔寨开幕了 六月二十八号 菲律宾开幕 然后十月六号呢 墨西哥已经开放注册 紧接着 十月二十号 马来西亚就要办第一场的 开幕前的研讨会 台湾是第五个国家 我刚刚讲的那几个都在我们之后 紧接着 明年有泰国有越南 我不知道各位 你们的心情怎么样 是很急呢 还是很期待 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是我们大家未来的市场 所以你一定要给自己 非常非常大的目标 最最起码 你一定要在爱多美成为销售大师 其实你只要成为销售大师 你一定会是钻石大师 因为李博士说 水涨船服 不管说当初 你是什么样的动机 来到爱多美 有些人可能只是很单纯的 我用到好用 又便宜 品质又好的产品 那么您就当个专业的消费者吧 有机会就加减分享分享吧 那么也有可能 您一来到爱多美 您就看懂了 您觉得这是你一闪报复 大展拳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那么我希望你 好好地在这边发挥你的所长 我相信爱多美一定可以让你圆梦 不管你当初来的理由是什么 我希望每一位都勿忘初衷 现在每一个在做爱多美 已经不需要像我当初那么辛苦了 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中文的方式 直接注册成为会员 每一个人网路上面订购呢 产品直接就摘配到各位的家里了 不需要再去扛货啦 对 已经这么这么的方便 当你有收入的时候 钱直接的在每个星期二呢 就汇入你的账户里面去了 一切都是这么的方便 可是各位 一定要有所报复 你心里一定要有所目标 一定要有所想法 因为呢 每一个人都是专业的消费者 可是有人 因为改变了品牌 有人因为用了爱多美的这个平台 然后收入这么高 我希望你们也可以 很多人在问说 那我今年大概会有多好收入啊 这我讲最后一次 以后不想再讲收入 这等一下再告诉各位 好 那很多人想 第一个想知道我的收入 第二个想知道的就是怎么做 爱多美到底要怎么做 其实分成三点 第一个 请大量的使用产品 因为呢 如果你没有大量的使用产品 你就不知道产品如何的感动 你如果没有用过洗法精 你就没有办法 像我们有个会员分享说 那洗法精有多好啊 那个安全帽啊 拿起来以后 它还是砰砰的 如果说你有这样经验的话 你就讲得出来了 如果你没有用过洗法精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像刚刚吴亦廷讲师所讲的一样 有那种幸福快乐的感觉 所以每一种产品 就是大量的使用 唯有使用产品 大量使用产品 你才讲得出产品 他的真实感动 那么第二件事呢 就是要大量的收集名单 什么叫大量的收集名单 就是不要放过任何 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日常生活用品 所以呢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成为埃多美会员的对象 我弟弟呢 他第一个分享的朋友 是他儿子的钢琴老师 接着呢 他觉得说 诶 怎么那么顺手啊 太简单了 接着呢 他连洗车的小弟也分享了 他去宠物店买饲料 也分享了 店员 他的保险经纪人来了 他也跟他分享埃多美 会员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要大量的收集名单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大量的分享 虽然我们的制度是双轨制 只要两个人就好了 两条线就好了 可是 只分享了两个人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太小气了一点啦 你只有两个朋友吗 不只吧 所以就是大量的分享 埃多美就是这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三个诀窍抓到了 大量的使用产品 可不可以啊 大量的收集名单 可以 大量的分享 可以 好 那么我相信这样子的话 每一位在明年收入想要三五万 绝对绝对可以做得到 明年呢 你想让家里呢 可能换一部车子 你呢 可能让家里呢 换大一点的房子 明年呢 你可能想要增加你个人的奉献 在埃多美 我相信你一定都能够实现 一定能够做到 既然入宝山就不要空手而回 有人收入可以这么高 千万不要让自己只是单纯的成为一个产品的爱用者 因为只是很简单的分享罢了 好 我现在要公布 我今年可能的收入 我今年的收入 我常常开玩笑说 糟了我要 我要赶快晒上一个PIN 要不然我要变成满党的星光大师了 我今年的收入会超过一千五百万 你们要不要啊 对 只要坚持 努力 我相信每一位都能够达成 我今天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